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第一位登场的女嘉宾 会是谁呢 掌声邀请 今天来这边感觉好累哦 可能是昨天因为没有睡好的关系 然后到了这边发觉这边女嘉宾都好嗨啊 超级热情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好想睡觉啊 我今天心仪的男生呢是郭雨迪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看上去也是比较成熟稳重 然后眼睛也很迷人 长得也比较帅 是我喜欢的类型 今天希望能够把他成功牵走 加油 They call me hell They call me sexy They call me hell Hello 大家好 我叫皮嘉阳 来自上海 今年22岁 现在在一家猎头公司 从事猎头顾问的职业 我的爱情宣言是 每个人都只有一只翅膀 只有两个人相互扶持 相互拥抱才能够飞翔 谢谢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张惠妹的记得 我们就忘了 这条路走了多久 心中是清楚的 有一天 有一天都会听的 让世界说真话 或许你也记得 在天黑了以后 我们都不知道 留下爱的理由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过了太久 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 走到最好 穿的没有味道 就是你姓氏单特 好 开戴多起 嘉阳的姓氏很特别 姓皮 姓皮 皮肤的皮 关于这个皮呢 我只知道一个跟你同性的皮皮鲁 愿意在第一时间接下片剧来吗 可以 嘉阳准备好 3 2 1 请见面 选择于你最幸运的男嘉宾 到16号 皮肝 你也可以挑选一位男生 坐这个红椅子 他的任务呢 就一个 为你来说话 刘蜜吧 说好话 刘蜜 你嘉宾下牌 把面具摘下来以后 让我想到 你一定是姓皮 因为你跟我知道的一个人物吧 也很像 皮卡丘 你们俩都会放电 你的这一首 《记得》唱得非常有味道 感觉你就在这个歌声之中 希望之后能听到你的故事吧 谢谢 你很有魅力 因为刘蜜真的很难得说好话 你嘉宾 你好 刚刚你唱歌的时候 让我感觉你真的像一只小羊一样 非常温柔 但是你的名字叫皮加羊 不知道是不是狼皮 夹在了羊身上 只觉得 你到底是美羊羊 还是红太郎 希望对你有更多的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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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其实看你这身穿梭打扮 还有你的气场 我觉得你特别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 白雪公主 里面的七个小矮人 里面的七个小矮人 身材有点短小 然后精干的感觉 就 你还小你骄傲 你为国家省步调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我这个角度看 我女嘉宾的耳朵 沾了她脸一半 可能是女嘉宾的耳朵比较小吧 但是我要说 因为耳朵大其实 在中国传统里 是很有福气的象征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祝福你 好 谢谢 会长 今天挺有魅力的 所有男生都一致地表现得很友善 来 送出今天的第一刻爱心 小孙的神 四号吧 四号 我们再通过一道VCR 对女嘉宾再做了解 大家好 我叫皮嘉阳 今年22岁来自上海 现在的话是在一家猎头公司 从事猎头顾问的职业 我平时的话工作会比较忙一点 天的话基本上都会加班到8点再回家 但是我自己还是有很多的兴趣爱好的 我从小也有学画画和钢琴 我每年的话也会抽一些时间 去一到两次国外 像欧洲这边 然后法国啊 德国 意大利和瑞士这些地方 今年的话还想去一次埃及 或者是肯尼亚这样的地方 去看动物大迁徙 我心中期望的爱情 可能就是像罗马假日里面这一对 他们在一起的话非常有共同的语言 然后也很开心 我今天的话也希望能够在这里 遇上一位这样的男嘉宾 然后一起和我牵手 哈喽H2呢 我们要翻开两张资产台 了解一些主题资讯 吉嘉阳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 学的是酒店管理 现在在做猎头公司的猎头顾问 专门去挖人的 我还真不太了解 这些猎头公司是怎么干活的 你是比如说你有一个 这个委托公司来找到你 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H2的经理 是他这样提出一个没有目标的方案 说让你自己去找 还是比如说他说了 你看做的这流密啊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要的一个人 是这种定点爆破的方式的 还是那个放散网的方式 基本上没有定点爆破 因为我是做就是奢侈品 跟零售这块行业的嘛 如果定点的话 他其实会直接联系流密 李嘉宾你好 因为猎头应该也是通过电话 来跟这个求职者来沟通 对不对 对 一开始是电话 但是后面的话会就是进行到 会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面试 然后再推到就是客户公司那边去 我觉得大多数可能 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如果说我们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过来 上就问您是不是 尾浩为几几几的客户 我说是 我说不滚开 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烦心的 像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有啊 非常多 其实我工作上面就是 可能80%都是会被别人拒绝的 不对吧 像翟里昌说的 之所以你要拒绝他 是因为那是管你去要钱的 对 猎头公司可是给你提供钱的 他往往要给你出的钱 比这个地方要多 或者相关那些待遇吸引力会比 你现在这个地方要高 否则你猎不动人家呢 因为一般就是猎的人 也比较中高层阶段嘛 也做的就是工作经历 也会很多了 并不一定是 有兴趣要换工作的 说自己呢 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有余的记忆 还曾经参与过小岛探险 翘翘白只选两头 翘翘白你做不了两头 你只能做一头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人吧 就是就比如拿 吃这件事情来说嘛 我这人要么就是 如果我下定决心 要减肥的话 我一个星期只吃苹果也可以 要么就是暴饮暴食 就是可能我刚入这行的时候嘛 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每天会被很多人拒绝 甚至说一些难听的话 所以那时候就会靠吃来 排除这个压力 然后那个时候 我可以一个人吃完晚饭 再一个人吃一个12寸的披萨 吃完之后可以再吃 大概三十几串烧烤 之后再吃一个大的煎饼 小便你好 像刚刚你说的表里不已 就是你表面上看是美洋洋 然后实际上是红太郎 是吗 我实际上也是美洋洋 你的这个鱼的记忆 因为我听说鱼 好像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吧 对 可能也是因为 我这个人记忆力 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而且我这个人 比如说第一天 可能和别人吵架 不开心 可是我睡觉第二天 之后全部都忘记了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适合 这个行业的一点吧 那如果有人跟你借钱呢 借钱 会忘记吗 我有时候真的会忘记 我对有些朋友 问我借钱 你别问我借钱哦 李嘉宾 因为你刚才有说这个 你今天做过的事情 明天就忘记了 那你要怎么跟我们保证说 如果今天你在这边 牵走一个男生 如果你明天忘记了呢 这个不会啦 这个是比较大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慎重对待的 人家只是忘记不开心 是调整的心态好 对 李嘉宾 你之前想写的是小岛探险 你是在小岛上找鱼吗 不是不是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小岛探险 是我之前有去兰卡威旅游 然后我有看到对面有一座岛 然后那个小岛上面有沙滩 我就很想去 所以我就自己游过去了 有多少距离 有看到鲨鱼吗 没有游了大概三十几分钟吧 那你身体不错 好 各位男生要做出你们的第一次判断 三 二 一 姑娘还有人气 好 翻开两张不可法了解一些重要资讯 皮嘉阳呢 谈过两次恋爱 呃 说自己神经大条 被人家翻了旧账 对 现在几乎就是半个爸爸 嗯 还有逆向恋爱的经历 啊 那希望这个男生能做我的导师 带我一起成长的男人 女嘉宾 你好 我对你的恋爱经验比较好奇啊 就是你说你这个 以前教过这个半个爸爸是什么意思 对方您 就差一半就感染你爸爸了 就叫半个爸爸的意思是吧 那个时候对 那个时候比我大十几岁 跟他在一起的话会感觉非常的开心 因为也是很享受被照顾的这种感觉嘛 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提前安排 就什么都不用我担心这样子 所以在一起感觉也是很和谐 然后很欢乐很愉快的 不挺好的吗 对 是挺好的 但是因为后来他去加拿大的边移民了嘛 然后我因为本身 我自己爸爸因为是在国外嘛 我妈就一个人 然后我也会有一些舍不得 所以就后来分手了 但是还是朋友嘛 我是这样觉得啊 我觉得爱是一个人的事 但恋爱一定是两个人的事 你刚刚说两个翘翘板 我觉得不一定一定要走极端 并不一定要找那种 完全给你父爱似的 也不一定完全要找那种小宝贝 你要去照顾他的 对 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 就外表看上去像个小孩一样 人家穿衣服都要穿 同装这个尺寸的 但是可能我心智还挺成熟的 像我们一号男嘉宾这样 你会选择这样的 好 在他们做出选择之前呢 你要送出今天的第二开心 送给十号吧 十号过以敌 恭喜 来 各位拿起你们手中担担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过人年龄太小了 只能是翻牌 好 你可以从对面的16位当中选择一位 来了解一段关于他的威胁 选择十号过以敌吧 等一下呢 健康体力 怎么去睡呢 做仰卧起坐吧 这个太小费 哈哈哈 一分钟六十个 每秒钟做一个 小费 都已经这话你最说的太满了 还小费 啊 好 保护了 一 二 三 开始 开始 二五一十 三 二五一十 二五一十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到一半了 三十 不错 三一 三二 加把劲 三三 还有二十个 四三 七四 四五 二秒 九 八 五六 六 七 五 四 五八 五八 三 二 一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哎呦 时间到 没想 公布一单 五十九个 哎呀 就差一个 就差一个 但已经很棒了 非常棒 郭宇迪 姑娘你也太狠了 你 一般男人一分钟做六十个 几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 应该说呢 郭宇迪平常还有点健身 这才能这样 嗯 所以你能看出到 我们这个 男嘉宾情 都非常好 经过精心挑选 健康的做好的 都不能来 好 接下来你还可以上 一位或几位男生 来提起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的一个 就是现在的工作 和就是你的第几份工作 以及就是之前做过 怎样的工作 这一台 线上去挖人 那个 不是 你不是带着任务来的吧 相亲是假 恋人 对啊 是帮自己练 还是帮某公司练啊 因为是做这块的嘛 就对这块比较感兴趣一点 习惯了 嗯 习惯了 你期待谁来回答这问题呢 四号吧 我之前第一份工作 是在家里做的 自己家里是开餐厅的 从头到尾 从里到外 基本上都会去帮忙 后来就自己出去 为了实习 更多的经验 出去做服务员 回到国内了 做过奢侈品 中国区域的经理 然后现在自己开张丁 哦 那说不定以后可以挖你 哎 就挖人来了 之前曾与国猎头公司 给我打电话 哦 蒋家彪常年在意大利生活 他几乎是 虽然是温州人 但从小呢 跟父母就在意大利 在生活 那外语也很好 很符合要求 意大利也没有问题 跟你需求的很对口 对 而且他现在回国以后 他也其实是死产服业 他到那个地方呢 是开卖中国菜 来赚外国人的钱 现在蒋家彪回来以后呢 在中国卖意大利菜 赚中国人钱 意大利餐厅的 对 也是投资人 好 接下来你可以向男生们 提出七个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 他们可以主动翻牌 呃 第一个要求的话 不能够接受以后 跟我一起去 蹦击的请翻牌 因为这是我一直都 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自己喜欢的 一起蹦击 有心脏病 高之压的就翻牌吧 下个要求 呃 没有了 没有了吗 没有了 好的 我们要为你请出 依然为你留牌的 李天刚 董莫怀 请出列 不知道刘蜜会不会加入两位的行列呢 我决定 不给你抢吧 你要抢也不一定抢得赢我 好 两位 女士阿兵你好 你好 通过你后面跟其他男生的交流当中呢 我发现你既成熟又稳重 然后又不失那种小俏皮的感觉 你给我的感觉像梦里有那种相间的画面 然后你还说你希望你找一个导师 但我更希望做你的义友 我希望在今后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够和你一起看太阳的升起 一起看太阳的落山 然后希望在你每一天当中呢 我们都能够共同往前走 可能我不是那种最浪漫的 但是我的行动希望可以给你营造一个温暖的感觉 然后还是希望女嘉宾能够考虑一下我 好 希望你能考虑我一下 好 谢谢李天浪 谢谢 好 女嘉宾你好 皮家阳嘛 家阳 家阳 家里要有你才会有阳光 因为我在你来之前呢 我其实在这观众席做了蛮多期了 那我也在用别的角度来再看这个事情 还有看这个台上所有的嘉宾啊 我有了很多很新的想法 其实在以前可能20岁的时候 我觉得谈恋爱就像开车 以前我不懂的恋爱 小巷 大姐我都萌采油门 我不管 我就只管了一头去爱 但是现在呢我学会了刹车 我觉得谈恋爱是需要努力去想的 然后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今天你把这个面罩摘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一种感觉 叫做心动 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你希望找一个爸爸吗 我可以给你一个男人 不好意思 我可以给你一个男人的肩膀 那你说你的记忆像鱼一样 那我刚好我也是做脑前能开发的 我可以做你的电脑 我可以帮你记录 还有记住你生活中所有的事情 你忘掉其他东西也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有我就好了 家阳 你考虑好 俩小伙子站在你面前 你只要同意当中的其中一个人 你就可以牵手离开这个舞台 至少先开始一段你们的接触跟交往 谣教养 你是做猎头的 其实我也是 我觉得你就像一个一座高步可攀的冰山 那我今天带了这把猎刀 我是要劈看你這座冰山 因為我看到的是你內心的那座火山 我今天剛學了一句上海話 叫做 呼呼吸濃 濃呼吸呼 拉 我們一起生活吧 一起成長 對不起 我拒絕 不過我想知道你拒絕我的理由在哪邊 你真的不再考慮一下嗎 我不太喜歡畫很多的男生 可能讓我覺得就是不太沉穩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不太適合 就真的已經決定了嗎 嗯 對 好 那我祝福你 謝謝你們 謝謝 好 老魏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會向你心中堅持的那位精神表白 其實工作了一段時間 我也有得出一些結論 我覺得可能一些比較優秀成功的人 他可能一旦做了決定 就很難再去改變 所以我覺得既然今天這位男嘉賓 他沒有選擇我的話 我也就不勉強他了 女嘉賓 那我也有我的執著 你喜歡成熟的男生 我現在就我也不能不成熟的意思 再為難你 不過我真的不想錯過你 那我也不知道你這次走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見到你 你可以把你的手伸出來一下吧 這是我的微信號 我希望你可以夾我 就算你不夾我的話沒有關係 因為我怕你忘記嘛 你不講我我還是會找到你呢 我希望你不講我 再見家楊 我希望你不講我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很有興 下一個燈餐 我今天來到這裡挺開心的 有點興奮的 我現在臉很紅 畢竟是第一次參加這種節目 所以還請大家多多關照 希望我的那個他今天能夠在台上 祝我成功吧 大家好 我叫楊女來自胡蘭 我今年26歲 我現在主要做的是呼呼品 謝謝大家 愛情宣言呢 在於 愛情宣言是我希望跟他能夠走一輩子 一個人 很簡單 很真實 提板上畫了一把傘 就是希望風雨同舟吧 然後不管我遇到什麼困難 或者他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都希望他在我身邊 或者我能一直陪著他 帶來什麼樣的才藝展示呢楊宇 唱歌 好 掌聲有請 誰讓你心動 誰讓你心痛 誰會忍你 偶爾想要擁他在懷中 誰又在乎你的夢 誰說你的心思他會懂 誰為你安懂 如果女人總是等到夜深 無悔付出青春 她就會對你真 感謝女人 愛是她的靈魂 她可以奉獻一生 為她所愛的人 好的 唱得真好 是 歡迎楊宇 能在第一時間借下面具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呃 大家好 我借楊宇來自湖南26歲 可以借下面具來的嗎 好 真乾脆 真棒 真棒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 人憂鬱都沒有憂鬱 好 十二位當中先挑選一位 你認為肯定能夠站到你的立場 是吧 為你說老話的人是誰 呃 我是說數字嗎 還是直的點 直的點 對 對 那個吧 哪個 就是樓梯的左邊那個 中間 劉蜜 對 8號劉蜜 太費勁了 李嘉賓充分驗證了一句話 不管你身上的肉有多少 但是如果你的臉夠大 你就是一個胖子 這句話是說我的 相反的是說你的 明白了嗎 沒有 我不明白的是你臉上肉是多 但你身上肉也不少 還好 還好 好 謝謝劉蜜請入座 展立昌 印象如何 李嘉賓你好 非常開心 今天能有一個跟你紅配綠的機會 還有就是你的名字叫楊宇 和我心中一個非常甜美的女神 楊玉瑩就差一個字 但你展示出的不是甜美 是一種淒美 剛剛那首歌曲演繹得非常完美 謝謝 楊玉你好 我希望可以通過接下來的交流當中 讓我有機會來守護你 然後讓你不這麼悠遠地唱 謝謝 女嘉賓我覺得見你第一面 你特像一草莓燙咬你一口 我覺得你唱歌的時候 沒餐 看一下自己手 還怕別人看見他筷子收起來 看好你 女嘉賓你好 你應該是那種 比較傻傻的女孩子 讓你摘面具 你唰就可以摘下來了 是不是有一點緊張 沒事不要緊張 我們這個人都 這些所有哥哥都很溫柔 好就覺得你很緊張 哈嘍哈嘍 我以為你讓我做那紅椅子 白激動 我替她說一句啊 就是她剛才在台上 聽到你唱歌的時候 說這首歌唱的 我覺得我自己都是個女人了 哈嘍 當一個人在面對她說話的時候 看見她的眼神和表現 心裡面總有一個潛台詞 她好像在默默地說 快點 說重點 快進 下一個 我剛就應該直接說金面具 對吧 跟你溝通是不是要立刻抓住重點 跟你講 對 剛才這些人表達這一圈以後 你認為 如果你給他們發一個小紅心的話 你就得 誰說話你最重聽 誰 你看 所有都沒聽吧 真是沒聽 快點 有聽的 就那個吧 劉密旁邊那個 文卓嗎 好 我們通過NWCR的影嘉賓 才做了解 我叫楊宇 今年26歲 來自湖南 現在呢 自己開了一家公司 主要經營護護品 我是兩年前來上海的 我之前是做互聯網的 然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呢 就接觸到護護品的這一行 然後現在 我剛剛成立自己的公司 現在可能大部分的時間 都花在我的公司上面 我會早上8點鐘起床 可能說晚上12點的時候 我還是在工作 包括我的家裡 都堆滿了各種我的產品 然後你會看到 我的陽台上 客廳 我的廚房 都是各種各樣的 包括了箱子 每當我很忙的時候呢 我媽就會帶我出去 旅遊一下 讓我放鬆一下 因為我覺得可以最多的 釋放自己 我的性格呢 我是一個比較開朗的人 然後我做事情很有效率 一般我就是 今天能做的事情 我不會拖到第二天去做 我喜歡那種陽光型的男孩子 他能夠全心全意地對我好 照顧我 能夠體貼我現在這樣一種 繁忙的工作狀態的 不管我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困難 他能夠站在我這一邊 能夠陪伴著我 這是我現在最大的需要 我希望今天能在這裡 找到一個這樣的男生 今天可以完成的事情 絕對不要拖到明天 那今天能在舞台上牵手 既然是最好的一個選順 好 我們翻開兩張破壞牌 了解一些具體的資訊 楊宇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 你看 學的是表演專業 難怪歌聲這麼好 嗯 現在呢 是一家公司的CEO 年薪 保密 一般一說到保密 就估計這個收入不算低 是 她說自己是一個曾經的大小姐 別人能做到 我也行 做到了銷售女王 但是沒什麼生活愛好 她認為幸福呢 其實很簡單 你賣什麼呢 護膚品 護膚品 對 看起來做得不錯啊 已經說你自個是銷售女王了 嗯 沒有沒有 做得很一般 她有可能是她的標準很高 因為可能我要學習的地方很多 你嘉賓 你可以不告訴大家 我可以下行可以告訴我 你的年薪度是多少 嗯 你就告訴我 最後告訴你吧 現在 現在不能說 你為什麼這麼關心一姑娘 在這收入情況 很好奇啊 謝謝 沒有什麼了解 我們也覺得 問女孩公司收入 也確實一個不禮貌的事 謝謝 我還想問問你這公司的 比如說 員工多少人 加起來七八個吧 都是創業型的團隊 哦 李嘉賓你好 我看到你的第二張牌上寫 曾經的大小姐 我覺得你現在也是大小姐 曾經的大小姐的意思是 因為我爸爸之前是做生意的 然後在我們那個地區 就做得很好 我爸爸有一個廠 廠裡很多人會叫我小姐 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說 朱克小姐你要去哪裡 就這樣子 後來的話 因為我爸爸公司經營不善 然後 所以就沒有再繼續做企業了 如果家裡沒有發生變故的話 你可能不會幹這樣 呃 應該是的 對 就是因為家裡發生了變故 呃 沒錢了 就是有一些人會跟你講一些很難聽的話 來刺激你 呃 比如說有一次我回我爸爸廠裡 因為他的廠已經倒閉了吧 然後我回去看一下 然後 然後那個門 然後那個門位跟我說 你回家幹嗎 你爸爸現在已經不是這個廠的廠長了 你也就以後不要再過來了 落差極大 嗯 對呀 會對你後來在擇業 或者在從事什麼工作旁邊有影響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因為你會沒有安全感 去的時候是很小的時候 十歲吧 小 很小的時候 你十歲的時候 你家庭就突然遭到這樣的變故 沒錯沒錯 母親還有個收入是吧 我媽的收入是我爸 可能說他給的一部分积蓄 然後我媽從來沒有上過班 這樣子 那你後來做公司的這個錢 是你母親給的 不是 是我自己攢的 上大學打工專來的嗎 對 做過電子商務 然後做過遊戲 然後到現在做護膚品的電子商務 你叫雲你好 聽了你的故事之後 感覺家裡面的變故 可能對你以前還蠻大的 我想知道 你現在怎麼可以說出 幸福其實很簡單這幾個字的 就是因為你經歷過那些東西 所以你覺得很多細節的東西 就能給你帶來幸福 比如說我媽媽現在在上海陪我 然後每天早上我起來看到她在 看到她為我準備了一些早餐 我就覺得這就是幸福 那你覺得如果對於男朋友的要求來說 她做什麼樣的事情 會讓你感到很幸福 很簡單的那件事情 下雨的時候幫我打傘 鐵板就等鐵板 對 你叫雲你好 你說你沒有生活愛好 那你的生活就上班下班 然後在家裡睡覺 然後看你家裡有養狗 然後就跟狗玩還是 因為現在剛好公司剛剛成立嘛 所以你會有很多事情 我以後肯定會有的 但現在 沒有愛好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她把她工作看成本身是愛好的 愛好賺錢 那就是愛好 來 準備好 3 2 1 請選擇 主持人 我有些事想先下去一下 可以嗎 你想是人有三級要下去一下嗎 那當然我們得尊重 人的這個生理需要 我們沒辦法 別不是我 看要則是的 好 繼續翻開另外兩張會牌 了解一些重要資訊 楊宇談過兩次戀愛 但是最後因為一件衣服 引發她分手了 她說呢 沒有能力再缺愛了 看見這次戀愛對你打擊很大 她希望找這個男生呢 年齡得在30歲以上的成功男士 我不想當地球 你的成功男士 什麼算是成功啊 我覺得成功男士 他可能要很上進 上進啊 然後對 他很熱愛某一個行業 他願意一直堅持下去 來做他這份工作 那麼她至少有一天也會成功了 所以說我只是這樣寫 你不是拿她的工資 跟你的工資來比 她比如她的工資 也跟你七五相當 就是沒有什麼好比的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一般 郭老師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就是說這位女嘉賓呢 她可能經歷過一些事情 所以她可能是非常知足 常樂的一個女嘉賓 所以她不會說是去對任何人 有一些過分的一些要求 或硬性的條件 很好看起來 還是劉志辰 對 你好女嘉賓 我知道分手的理由很多種嘛 但是這個還蠻奇怪的 你說一件衣服 就可以引發一個分手 你能不能講一講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就是可能那個男生 他是做投資的 他家裡也條件還不錯 一次去參加朋友的一個聚會 然後呢他就讓我去 然後呢我就打扮了一下就去 然後呢後來就是他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他走過來翻了一下我衣服的牌子 可能我那天穿的衣服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什麼名牌啊或者怎樣 因為女生嘛 他本來就覺得我穿個衣服就好看就好了 漂亮就好 對 然後他就覺得他就有點那個 就是你為什麼會穿這種衣服 就是這樣後來就沒了 就這件衣服你們倆住起來病根了是吧 對 因為後面 你覺得他瞧不起你 你認為你的收入不高 或者職位太低跟他有差距 對 他從生活中還有其他事情 會給我這樣的表現 比如說他說我前女友是開寶馬的 我說就是這樣 那女嘉賓 因為她之前看你衣服的吊牌嘛 那這件事情會不會影響到你說 你現在可能是這個CEO 現在要存一點錢了 那你有一點這種報復心態 就是我也要買好車 我也要穿好的牌子 現在會不會這樣 我穿的這條裙子也很普通啊 很便宜啊 很便宜 李嘉賓你好 總感覺你在跟我們交流的時候 是模棱兩可的 包括問你的每一個問題 你答的都不是那麼準確 我覺得來到這個舞台上 一定要對我們有最起碼的尊重 如果你說自己都沒有能力去愛的話 你又怎麼現在來到這個舞台上 來求愛呢 我會這樣回答 我能量可 可能是因為我本來也做的是銷售的工作 所以在回答的時候我會有所保留 只是提到愛這個詞的時候 自己會有一點怕 因為我怕去付出 我怕那個人會傷我 等於還是有點膽怯 並不是喪失這種能力是吧 對對對還是過去愛 還是過去愛 其實這樣一個姑娘呢 不是那種輕易可以用普通的話題 打開她內心的姑娘 她需要的是你跟她用心的溝通 接下來各位男生 要做出你們用心的選擇 在此之前呢 希望你送出今天的第二開心 想送給誰 呃那個 左邊第一個 9號橫木槐嗎 對啊 為什麼呢 送了個紙巾給我 其實她很細心 來各位男生 做出你們的第二次選擇 好的 準備好 3 2 1 請選擇 好 你還可以向男生們提出 5個要求 不符合你要求的 他們會翻牌 等一下 就是我現在在創業嘛 所以說 可能有點忙 不太喜歡我這樣忙碌的 一種狀態的請翻牌 基本上跟你留牌的 對你的狀態應該也有所了解 還有要求嗎 沒有自信跟我在一起的 也可以翻牌 大家可以 諦諦諦諦諦這句話 裡邊這個含義 我剛才說了 她這個工資是保密的 估計的收入不低 你們如果現在認為 跟她在收入上 或者在你的事業發展上 還跟她不能太匹配 沒有 還有什麼 沒有 我們要幫你請出 四位依然為你投牌的男嘉賓 周思義 以天剛 王傑以及16號 劉志誠 好壯觀的隊伍 劉蜜 你的意向入分呢 我現在能知道 你掙多少錢嗎 等下台時候告訴你吧 姑娘準備保密到底 好 我覺得吧 可能我真正的沒你多 但是呢 這是暫時的 以後可能我會 正的比你多 所以 我現在做一個決定就是 我先上去吧 拜拜 四位男生 李嘉賓你好 我叫周思義 今年22歲 身高1里82 體重64公斤 愛好籃球 電影畫畫 我覺得我從小的家庭環境 跟你是一樣的 我爸是那個 私營企業的老闆 然後我慢慢的小時候住院了 我小時候基本上沒有人看我 我很獨立 就每次都是一個人在家 就覺得很孤獨很無聊 然後我有時候會 我覺得有時候 說起來不要笑我 我小時候會 躲在角落裡面哭 所以說我從小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非常優秀 非常優秀 非常優秀 造成了我的性格 是一個完美注意者 我覺得 耀強是一個很正確的性格 你不用去掩飾它 剛剛翟莉昌問你為什麼來到這個舞台 我覺得你只是需要想被一個人愛而已 我就是這麼覺得的 你可能 所以說我覺得我就是那個人 儘管我從樂歷方外表上面來說 可能很稚嫩 但是我一定會做到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男人 至少在你眼裡非常非常優秀 好 謝謝 楊羽你好 在你剛出場唱歌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選擇一首這樣比較優怨的歌曲 其實作為一個女生 本來就是天生就要讓男人來疼愛 讓男人來呵護的 可能你是因為從小家裡的原因 然後讓你變成了現在這樣的一個女強人 甚至是女工作狂 我希望你放慢一下你的腳步 然後來看一下 其實身邊還是有很多愛你的人 不要害怕去愛 就好像我站在你面前的我 現在就很願意為你營造一個溫暖的空間 希望你在外面不要那麼累 然後工作完一天回來之後 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居家男人 但是我可以讓你忘掉一天的疲憊 讓你變得開心起來 希望你的生活當中每天都是開心的 謝謝 楊羽你好 我叫劉志全 你那首歌很難打動我 因為那首歌我之前也有過故事 我知道女人她需要的什麼 她可能只是需要一份安全感 我知道你是個雷雷分行的女生 就是說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我也不需要說太多 我只想說我對你有感覺 然後希望你能考慮一下 謝謝 楊羽你好 我覺得吧 愛情和事業都是一樣的 都是需要堅持和守候的 我現代的話呢也是在自己在創業 坦白地去想的話呢 我的家裡不是很殷实 我有今天的這一步的話 都是我一步一步打拼過來的 我做我這一行的話 也僅僅有十年了 然後呢開這個公司所有的錢呢 也都是我自己的积攢下來的 我不知道你的公司大與小 你需要我去管理你 OK 我可以去幫你去打理一些東西 幫你去跑一些 哪怕是銷貨 擺地攤都沒有問題 我願意去當你的配角 然後去完成你沒有完成的一些事情 我需要讓你知道的就是 我真的是喜歡你 我希望生活中工作中 都能夠相輔相成 然後呢很幸福地在一起 謝謝 好啦那現在楊宇要做出選擇了 有四個單身了 我可以跟四個小夥子說 最先選的這個號碼 不在你們當中 對 楊宇四個小夥子條件都還不錯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你是否要在他自己當中挑選一個 是 或不是 選擇了一段 你最終的選擇是 是 你最終的選擇是 你嘉賓等一下 你可能我剛剛中途不是離開了舞台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知道我去幹嘛 現在告訴你我去幹什麼了 你可以把這個蓋子打開了嗎 這是一道炒菜 然後我小的時候就被人照顧我 然後我從中午的時候就開始自己 你跟喬動你給自己試 我想你可能跟我的經歷是差不多的 然後覺得 肯定特別需要溫暖 給我問一次好不好 你的特別 來一次 那我可以一起嗎 但我發現 這麼多 我可以想一句 偶爾透出 一絲暖暖的微光 就算你有意 我覺得如果 你跟我在一起的話 我就可以完全照顧你 不管家務什麼事情我都能做 包括燒飯這種事情 因為你很忙 我覺得 我真的很喜歡你 希望你可以多考慮一下 好 我知道 謝謝你 謝謝 好 姑娘你可以做出 你一個探訪給選擇 這樣我們請楊宇走到這位男生身邊 拉起他的手 直率又脆弱的楊宇 竟吸引了四位男士願意陪伴合伙 而又是誰打動了楊宇傷痕累累的心呢 大家好 我叫薛宇婷 這是我錄製以來女嘉賓出場尖叫聲 最強烈的一次 對的 謝謝 真的是超有人緣 繼百里挑一澳洲專場和港台專場 大獲成功之後 長達一個月的百里挑一七夕月陽相親戚 今夏再度華麗起航 節目組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西海岸 尋找燈火藍山下獨自等待的單身男女 他們來自不同的城市 他們從事各行各業 他們擁有獨特的才藝 但他們都有著同一個目標 百里挑一美國專場 2014七夕情人節 強蕩推出 好 姑娘你可以做出你一個判斷給你選擇 呃 我 我放棄 放棄之前的那個號碼嗎 就 都放棄 都放棄了 對啊 但是你剛才有說過啊 你有說過說 你要在台上選一個 我覺得不一定要逼迫 你會想知道是什麼問題 可以告訴你們 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 怕什麼呢 我怕去付出 我怕那個人會傷我 我有時候有時候很害怕 但是沒關係 兩個人在一起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楊宇今天其實很多表演都很猶豫 我喜歡一個人 我是希望能夠跟她 長時間的接觸下來 再去喜歡她 她是特別沒有安全感的一個人 啊 對的 你決定一下 你是否要放棄這四位 也放棄你最先選的那一位 就這樣離開這個舞台 我離開這個舞台吧 對不起 是 好 謝謝你 楊宇 今天很遺憾 沒有親手成功 其實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一上台之後 就莫名其妙的很緊張 很切場 可能也是因為我第一次 面對一個這樣的環境 就是當我面對工作的時候 我不會是這種狀態 也對四位向我表達的男嘉賓感到 很抱歉 我可能就是當 真的有人選擇我 來愛我 或者來保護我的時候 我考慮到 我可能平時 那麼忙的工作 然後 種種生活的壓力 我有點膽怯 有點害怕 非常抱歉 下一位女嘉賓即將登場 掌聲有請 我覺得我再不上去的話 我心儀的男嘉賓 就要被別的女嘉賓 遷走了 我心儀的是劉志誠 我覺得她能給我 一種王子般的感覺 因為我相信很多女孩 都有幻想過 有一天自己的王子 會騎著白馬來找自己 所以我希望今天 能把我的白馬王子 也一起帶走 掌聲有請 下一位女嘉賓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雨婷 來自江西 今年23歲 是一位淘寶店主 這個畫板上畫的是 一個小女生跟小男生 我希望能找到一個 陽光而又自信的男人 謝謝 不知道為什麼 才上來的時候 我們女觀眾群當中 爆發出 如此亢奮的歡呼 身材很好呀 哦 謝謝 身材好 什麼樣的才育展示呢 我今天給大家帶來一首歌曲 叫說愛你 好的 掌聲有請 我的世界變得情緣更難以言喻 還以為是從天而降的夢境 一開始我只會有些愛你 裝作不盡 一許卻漂泊去海竊起 你沒發現我躲在角落 忙著快樂 忙著趕快樂 忙著趕快樂 從彼此陌生到時候回事 我們從沒想過真愛 到現在 不敢期待 要生命自己 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不思亂想 就從今天起 I wish 像一個陷阱 卻從未猶豫相信 你真的願意 就請給我清晰 我的懷疑 所有答案 因你而明白 轉啊轉 就真的遇見 Mr.Right 好的 恭喜 謝謝 刀票啊 七十六塊 合同有請 雨婷很好 觀眾喜歡 那能不能接下面具來 讓大家看一看呢 好的 最好 來 我們準備好 3 2 1 請見面 近看你這樣還蠻像張博之的 對 很多朋友都這樣說過我 請你嚐一下 我今天為你煲湯 你不要太著急了 人家還不同意的 來 我們準備好 3 2 1 請見面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選擇一個你最新的男嘉宾 好 那麼你也可以挑選一個 你目前看起來覺得 面很曬 能為你說話的男生 呃 何孟環 有請何孟環 女嘉宾非常地這個觀裝 而且很有氣質 尤其你穿的這身衣服啊 那個衣服啊 很像花瓣一樣 配你這朵紅花 我們這十六位男生都好像變成了16個綠葉 來襯托你這朵美麗的紅花 謝謝 好 繼續 这是我录制以来 女嘉宾出场 观众尖叫最强烈的一次 对的 真的是超有人缘 这么厉害的尖叫声 好 我期待你后续的表现 谢谢 哈喽 美女 都说你像花了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特别漂亮的小女孩 然后挺乖巧的 但是你刚才那一转身的时候 Mr.Rai是往那边弄的 我都想你往这边看看我们 你说是吧 每次就那边 Mr.Rai 来吧 就这样 我这边就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女嘉宾是鞋式 她看的是你 虽然指的那边看的肯定是你 女嘉宾这身衣服吧 特别挑人让我觉得 就但凡又有一点小肚子的人 绝对穿不了 像我 我要穿这个裙子的话 跟怀孕一样 谢谢 我觉得可能胖的人的思考方式 是一样的 就我看了她这身衣服 我想了就是一定要个兽女孩穿 才能像花 但如果稍微有那么一点风雨的话 穿出来这样的裙子 一定是个蛋糕 就跟花没有关系 感忧是吧 女嘉宾你好 曾经在我眼前 却又消失不见 这是永远的地流面 你知道这只叫什么名字吗 几首歌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叫我爱你 我是为了让她说那三个字 你怎么不懂 好 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想要给谁 那个穿白色 对 十一号 恭喜比赛纲 好 遇到微笑 对你嘉宾再做了解 请跟大伙 大家好 我叫薛雨婷 今年23岁来自江西 我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网店 我目前来了上海有四年了 换了三份工作 我觉得之前的工作都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喜欢有新鲜感 跟有挑战性的工作 然后我的网店主要是卖药妆跟礼服 因为我本身我觉得 我是一个特别爱打扮的女孩子 平常没事就喜欢在家倒腾自己 然后把不同的衣服挑出来 搭配不同的风格 然后呢 其实我是有点小洁癖的女生 没事在家就喜欢不停地打扫 觉得哪里看不顺眼 我就一定非得把它弄干净 然后朋友进我的卧室的时候 必须换鞋 不然我会觉得不舒服 那我而且现在还在给自己充电哦 念的是那个工商管理专业 因为我也想把自己的网店做大 所以选一个对口的专业比较好 那我平常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会去打高尔夫 我觉得在打球的过程中 能让自己慢慢地冷静下来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追求生活品质的人 我觉得不管多类 都应该好好地享受生活 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也能跟我一样 那我觉得男人在我生命当中就是一个靠枕 然后累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 都可以用来靠一靠 那今天场上有我的靠枕吗 如果有的话可以带回家吗 了解完这道VCR之后 我们要分开两张布格牌 保证一些具体情况 杰宇婷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 学的是交通运输专业 现在在做淘宝店店主 年轻十万 妈妈我爱您 但是为了裙子 她就得结果十 美就是全部 她认为自己是全能少女 求终结 那在上海你开始就搞这个淘宝店了 没有没有没有 之前是在上海铁路局 做那个乘务员动车上 她的交通运输专业 是给这个动车来培训 对 就专业很对口 成务员 女嘉宾 你好 我看你第二张牌上写 你是全能少女吗 对 你觉得你全能都在什么地方呢 接网线 然后拆洗空调 油烟机 然后还有那个 在淘宝上自己买的那个沙发 自己组装 就这样 好厉害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组装 包括刚刚VCR上面那个转椅 那个复古的那个转椅 都是自己组装的 真的看不出来你这么小的一个 这么娇小的一个身材 能做这么多事情 可能这个台上有的男嘉宾 都做不了你这么多 是吧 就我们在求终结啊 就是能结束这样的生活 结束什么样的生活呀 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去做 什么都要自己扛着 那你现在自个儿一个人租房的 对一个人 一个人生活 对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做事 明白了 你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你什么事都要自个儿扛着 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挺累的 内心 因为毕竟 是家庭方面有问题还是 不是 没事姑娘 你既然来到这个舞台 我希望你还是能够诚恳的 去对我们去表达你现在的内心的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没事 就觉得自己 还是要 还是要坚强一点 然后 来上海其实也并不是我自己 不是不是我家里面的安排 我妈妈就是 对我就是 一直希望我 按照她想要的那种方式去做 她给我铺的路也好 去走 但是我没有 三级号是代表着你 没有尊重你母亲的意愿 对的 因为赌气到上海来的 不是赌气 是因为我的初恋来的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恋爱 导致你 对对 上去以后就到这儿来 对对对 我家里是 其实一开始很希望 我是留在江西 不要 就是一个 一个人在外面闯荡 明白 你说你为了男朋友 到了这个上海 他到底说你跟男朋友 两人应该 曾经应该算不错 你最后把你 弄成什么时候 给你自个儿一个人扛了 我就特别不理解了 是 我觉得最后 是因为 时间久了吧 我跟他在一起挺长时间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环境导致我们 就是最终还是不能在一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每段经历 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痛苦 而是说通过这段经历之后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长 我觉得这对女生来说 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太不开心 我们都能看到你的坚强 跟你的勇敢好吗 谢谢 各位男生 对他了解的也到这边 我们先做出第一次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完成 还有一些重要资讯 我们翻开另外两张破格牌 一拍就行 君宇挺参加两次恋爱 因为为了男友来上海打拼 性格巨变 吵架 不会认输 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之前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之前就是很暴躁 特别的暴躁 有到暴躁内部吗 你知道听到暴躁 我们会想到河东湿吼 会想到会有一些大打出手之类的 是的 大打出手不是就是 我有一个坏毛病之前 就喜欢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喜欢摔手机 那叫摔谁的手机 摔自己的 女嘉宾 你现在吵架之后还会摔手机吗 不会 因为我有这个习惯 我已经摔了四五步了 我摔了三步 那所以呢 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摔了好不好 好的 真的很费钱 成本太高 他喜欢这个男生有标准 儒雅的有品味的 我还希望这个男生爱打扮的 脾气还要温和的男生 女嘉宾你好 你不会觉得 爱打扮的男生会让人受不了吗 就是他打扮的时间 他可能比你还长 然后他早上起来吹个头发 可能比你时间还长 买这些衣服的钱比你还花得多 你能够说你自个吗 我还好 我还好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嗯嗯嗯 你好女嘉宾 我想问你是喜欢这个 既帅以外打扮的 还是长得不行 特别拉风那个 你在说谁 那对 就是就是问一下 好奇问一下 不帅的是拉风 对啊 就有的人你看很帅 但是很低调 你看金虫舞就披个麻包片 就觉得还挺帅的 但有个人嘛 就长得不行特拉风 就还要画个眼线什么之类的 就那个 我当然是学长得又帅 然后又会打扮 哦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 视觉系的审美这个 对对对 谢谢 女嘉宾 那我问你一下 你觉得我们这 是六个人当中谁打扮的 最有样而最发 对看着你的审美能力 嗯 那那个带那个 红色领结 红色领结的这位吗 对对对 好奇 好谢谢 谢谢女嘉宾 你真的太有品位了 谢谢 嘉宾我帮她打扮了 同样的 你觉得真的不好 我觉得好像好了 我觉得 不好吗 哦 没有说你不好 没有说你不好 那你干嘛不选我 但是周思义 他是觉得你衣服没有不对 关键是脸不对 你知道吗 这位很高兴 好 各位男生要做出 你们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 我们要请你嘉宾 送出今天的第二个安心 想送给谁 就是红色领结 红色领结那一位 好熟悉 恭喜 好 男生把你拿起手动弹电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听到一些让人 惊心动祸的案件音 但是仍然还是有不少人 在为你坚持 选择一位或者几位男生 来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深入了解 选择谁 先告诉我们 穿绿色衣服 一号 翟丽昌 是吗 对 好 你做过 就是最宠宁女朋友的事情 是什么呀 她当时跟我说 因为她是北方女孩 她从来没有闻过枝子花的味道 当时我学校旁边刚好有枝子花 我就在那天 去买了一个瓶子 很精致的瓶子 把枝子花采下来 装进去 给她快递过去 第二天让她闻到枝子花的味道 这是我做过的 最锁门她的一件事情 很浪漫 很浪漫 不再花多少钱 关键在于她用了心 对 对 翟丽昌 真的是越来越像一个贴心小棉袄 好 了解完她之后 你还可以向男生们提出 四个要求 不符合你要求的 谈不符合她 第一个要求 第一就是 要给我开关车门 可以做到这点吗 下个要求 应该没有点 第二个 在大马路上为我系鞋带 在大马路上 可以帮她系鞋带 系鞋带 这个脂肪装饮也很温馨的 嗯 也没问题 还有吗 下个要求 就是尽量我发火的时候 保护你的手机 算是了 保护你的手机 对的 保护 你打的 扔完自个儿 再扔她的 你真行 就是还有可能会摔 有可能会摔 你能够宽容她 你能够离地也大 如果再摔一个 你说我再给你买一个 也没问题 还有吗 就这些 你的要求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你提要求之前 四张牌 你提要求之后 还是四张牌 我们要为你又请出 五号 周四溢 六号 好处期 以及十三号 陈文成 三位 请出令 三位 小牌 小牌 一会儿 伤伤力 一会儿 一会儿 这些 你都会 这些 没问题 因为 我觉得女嘉宾个性 我可能没有办法 hold得住 而且我的手机 只有一支 没有办法给你摔 不过我觉得近看你长得 还蛮像张博之的 对 很多朋友都这样说过我 长得像他年轻的时候 妈妈咪啊 我先回去 下个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什么都没有选我 你看我是唯一一个 帮你递餐厅值的人 然后带个领结 还要选我旁边那个红色的 但是我就觉得你 从下来那一刻 就开始打动到我了 然后包括我帮你 开始唱的那首歌开始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包括你讲一段经历 也是能打动到我 所以说我想说 我可以给你 包括你今天那些捞求 我都能做到 所以说我想说 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 好的 我考虑看看 女嘉宾 你好 我是郝舒奇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可能比较符合你的要求吧 我性格比较温和 应该不是比较温和 是非常温和 像你男朋友做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 我也能做到 我想你可以试着跟我接触一下 咱们俩可以试着 相处一段时间 然后你看看我合不合格 谢谢 好的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第一次站上 谁能的舞台 向一位女嘉宾表白 说实话有点紧张 虽然我是个心理老师 但是我感觉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的话 我也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也会有些小情绪 有些小想法 我觉得女嘉宾一上台给我感觉 是非常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 虽然戴着面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 但是可能扫了我一眼 可能感觉会非常的好 我很愿意为女嘉宾 在大街上去系鞋带 而且也很愿意为女嘉宾去开车门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 他的勇气和担当 我觉得我愿意为你做这些小事 谢谢 谢谢陈文成 那小薛 你现在可以做个选择吧 三个男生在那里面前 你是否愿意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 牵手离开 谁会是那个勇士 来帮薛宇婷终结孤单呢 继白里挑一澳洲专场 和港台专场大获成功之后 长达一个月的白里挑一七夕月阳相亲节 今下再度华丽起航 节目组来到大洋底岸的美国西海岸 新找灯火阑山下独自等待的单身男女 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 他们从事各行各业 他们拥有独特的才艺 但他们都有着同一个目标 白里挑一美国专场 2014七夕情人节 强大推出 你是否愿意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 牵手离开 因为他们这三个人里面 都是我之前没有选择的那一个 所以我选择放弃 感谢三位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想弄清楚的是 你的选择放弃是一语双关 是放弃这三位 选择另外一位 还是说都放弃 选择另外一位 非常好 他自始至终选择的这一位就是 16号刘志晨 男嘉宾你好 之前有看到过你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你首先外貌上就符合我的要求 谢谢 我情愿选择放弃前面三位很优秀的男嘉宾 就是鼓起勇气向你表白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跟一个男孩子表白 这是真的 如果说你可以容忍我的那些缺点 然后我可以为你做到 关心你 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出现在你身边 只要是在我的内范围之内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优点吧 我很会煲汤 然后我想请你尝一下 我今天为你煲汤 这是我带给你的小礼物 我说这么问一下啊 我看这些观众我就觉得肯定是这小雪今天特意给安排的亲友团 特替这姑娘给力是吧 嗯 是不是希望姑娘有个好结果 结果才你可想好啊 如果你今天拒绝这姑娘的话你姑娘出场这野包式 哈哈哈 一口干了 就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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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right 唱真的很好 哦 谢谢 那个谁 什么 从在一起就演变到经营了 你现在要听手间我要说 你别太着急了 人家被同意了 今回你上台唱歌 很有感染力 然后 而且到最后可能还这样子 无意只上这边一下 然后让我觉得挺 挺高兴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是无意 她非常有意 你就是她的miss right 现场观众竟然如此热心 真做红娘 刘志诚会顺应明星 成功牵手吗 你就是她的miss right 这样 我觉得你人真的很好 然后你刚才你提出的那几点要求 其实我说实话真的是 好不能接受 我如果我交女朋友 她不说 我一样会去为她这样做 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绅士的表现 但是你刻意把它说出来 就反而变成了一种 好像你要去要求 男朋友去做什么 就刻意要去控制他 我觉得这两点 我稍微有点纠结 对 我明白了 对不起 我尊重你的选择 没关系 谢谢刘志森 每一世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瓶颈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